那么有一种狗你们如果真要买的话 我就建议你们买 台湾犬 台湾犬已经成立为世界名犬之一了 世界犬 台湾犬的话非常非常的天然 它不用教 它会心灵 它会读你的心 自古以来就这样 因为早年台湾犬是跟原住民在一起 它们要打猎的时候呢 狗呢 打猎难不成它弄个电灯泡在那里 那这样野猪就知道了 兔子就知道了 所以打猎的时候都是摸黑 初一都是在 不不不初一 十五的时候去打 十五有月光 靠着月光来打 靠着鼻子去打 是这样 所以不能够弄灯 连灯都没有 那也不能讲话 你声音很小的时候 那个猪会听得到 所以你也不能说 小黑冲 小黑冲 猪就知道 谁是小黑 我就小白啊 我就小黑啊 显然不是叫我 一定有其他狗来了 他会跑 再来 猪的鼻子跟狗 近乎一样的灵敏 那他会闻得出狗的味道 所以你不能够在上逢 必须在下逢的地方 追山猪 那你怎么追呢 你这样都冲不行 讲话不行 可是他在做脸色 他看就 走 也不行啊 为什么 没有打灯啊 狗也没看到 特别是狗鼻子 眼睛不行 他基本上有一定程度的近视 是这样 那怎么办 怎么合作关系 狗跟原住民的关系 不是养育关系 是partner的关系 是所谓的合作关系 为什么 你打猎了 我帮你打的 怎么样 兄弟一场 分我一块肉 所以原住民吃 打完山猪的时候 会割一块肉给狗吃 那是一定要 那个不是施舍 那是什么 那是弟兄 应该分得的分猴 所以从来 原住民的台湾犬 他跟人的关系 是很密切的 他靠感应 我们台湾就有一位 叫做土狗兄 他曾经上过电视 他会跟狗用心电感应讲话 是这样